我们看这一题 它说甲乙两人沿着环状的跑道 乙顺时钟这样的赛跑 各自保持固定的速率前进 乙之甲跑一圈的时间 比乙跑一圈的时间少用的10秒 甲跑的比较快 甲花的时间比较少 所以T甲减T乙是等于负的10秒 然后且夹每隔12分钟 每隔12分钟会追上一次 那么这个12分钟有这个公式 就是说12分钟是等于T甲乘以T乙 除以T乙减掉T甲 因为T乙跑得比较慢 所以花的时间比较长 这个是等于12分钟 然后现在问说 则跑到跑一圈的长度 是甲跑一秒的距离的几倍 那我们知道 甲跑一圈的话需要T秒 那跑一秒的距离 就跑一圈的距离的话 当然是甲跑一秒距离的这么多倍 所以事实上这一体要求T甲 好,那我们现在来证明这个公式 这公式的话就是说 我们假设这个甲跟乙同时从这里开始跑 从这里开始跑的话 那么甲跑一圈的时间是T甲 所以它单位时间跑多少圈呢 就是频率 甲 这个单位时间跑的圈数 就是等于T甲 分之一 那么乙 它单位时间跑的圈数 就是T乙分之一 好,那这个以乙当单位 这个等于就是频率 那这样的话 它这个什么呢 它这个 大队时间,就一秒 一秒它插几圈 就是ΔF 一秒它插的圈数是这么多 就是T甲 分之一 减掉T乙分之一 一秒插这么多圈 就是说一秒 甲领先乙 领先这么多圈 好,那现在领先 领先一圈 所谓领先一圈就是说 就追上了 领先一圈需要多少时间 领先一圈 所需要的时间 德塔提是等到一圈 除以的话 除以每秒 每秒追这么多圈 就是说 每秒甲领先乙的圈数 现在领先一圈的话 就是一圈除以每秒领先的圈数 那这样就算出来 那这个领勾场 这个是等于那个 T甲 T乙 分之T乙 减掉T甲 那一除的话就倒过来 就这个导数就倒过来 就T乙 减T甲 我们的T乙 乘以T甲 好,那现在的话 我要算T甲 那因为这个是十秒 T乙 减T甲 是十秒 十秒乘过去的话 然后我就得到什么呢 T甲 乘以T乙 对吧 这是7200 再乘以一个0 再乘一个10 叫7200 这是720 720 再乘以10 就7200 好,那现在我要算T甲 那现在我要算T甲 我就把T乙带掉 做得到T甲 T乙 T乙是T甲 加上呢 这个是十 等于7200 那这样的话我就晓得 T甲的平方 加上十倍的T甲 减掉7200 1200 等于0 这可以交叉相乘 我说9872 11 9080 再加 就减 我刚好是这样的交叉的话 就是实体甲 这一下是等于这一下 这一下是等于这一下 所以我就得到 甲跑一圈 需要多少 需要80秒 那么他跑一秒的距离 跑一秒的距离 就是全部的多少 80分之一 那么全部就是81分之一的几倍 80倍的 所以答案就是80倍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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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